暗恋了三年的女生 她这是吃醋了吗 范范 你这拿啥东西啊 我看你腰带坏了 我给你买了一条 不是 你给我买腰带 不是 你咋知道 我这腰带坏了呀 你看 确实不能用了 这你就不用管了 你这买腰带的意义 是不是想拴住我呀 哎呀 行了 我刚好看到有你的东西 我就给你带我来了 这谁给你买的呀 我的东西 不是我没买东西呀 那你看看我就知道了 不是 你看吧 我就看看这个皮带就行了 这皮带看着还挺贵的 你这买的 应该很合适 这是谁送你了呀 也是腰带 女孩吧 不是 我都没有异性朋友 咋可能是女孩送过腰带 这估计是人家记错了 谁记错给你记了这个呀 哦 我之前跟我一个饭少提过一嘴 就从小一起长大的 这不过高中毕业之后 他就去国外了 可能是他记的吧 是 千为主码呗 哈哈 那个 不是 你这说话语气的还不对劲呢 哎呀 你们一块长大的 还太出国了 两小无猜呢 人家要是不出国 你俩是不是就 不是 你别胡思乱想行不行 你咋吃上醋了 我没有 我和他真的是纯纯的友谊 就和兄弟一样那种 我才不信呢 男人家就没有纯友谊 我回去了 哎 别别别别 你别不开心嘛 那个我 你不喜欢我给他寄过去不就完了 别呀 你干嘛寄回去啊 你寄过去显得我多小气啊 是不是 反正你拿着吧 不过就是 不过咋样啊 只有两条腰带 我看你明天带了一个